今天要念的这一本书是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世界不是方和字 这是一个普利兹建筑奖得主扎哈哈弟的故事 这个是胡家伟阿姨推荐你的 是谁阿姨 他叫做Ryan Hu 我要开始念咯 在伊拉克,河水流过绿色的沼泽 大风扑向沙丘,吹过古代的城市 扎哈哈弟和爸爸去看那些河流、沼泽、沙丘和废墟 然后想象几千年前城市的样子 在巴格达,扎哈哈弟和家人住在一起 他梦想着设计自己的城市 扎哈花了很长的时间仔细观察家里的波斯地毯图案 这是他们家的波斯地毯 看形状和颜色怎么交织在一起 就好像那些沙丘、河流和沼泽 扎哈有了想法 他设计自己的衣服 他设计自己的衣服 重新排列家具 他喜欢照镜子 因为扎哈哈 因为镜子里的四个角不是直角 沙丘、河流和沼泽也都不是直角的 扎哈是穆斯林 却进入天主教学校上学 他热爱数学 他常常想着古代的城市废墟 他离开家去学习有关城市的事 和如何盖城市 他有了想法 在伦敦 扎哈学习怎么当个建筑师 他在笔记本里画满了设计图和草图 并且画出他画出心目中的理想程式 扎哈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在一间老旧学校租了一个房间 9号工作室开门营业 有一些朋友加入他 他们不分日夜努力工作 画草图和设计图 他总是说 我们没有时间睡觉 扎哈的设计和其他人不同 他的建筑 树树脚嗡嗡响 会流动 会飞行 他总是说 世界不是方盒子 没有人想盖他那些奇特的设计 他们说 他们盖不出来 但是扎哈知道 他们可以 所以他不断参加建筑比赛 希望能赢 希望有人能勇敢地盖出那些建筑 最后 扎哈的一个草图被选上了 建筑评审认为 他的设计图是最好的 但是 城市委员不喜欢 也不想盖 他们采用了另外一个案子 他的草图又赢了 但是 他们仍然拒绝 哦 他是阿拉伯人 这个没办法 嗯 不可能 嗯 他是女生 哈地的阿拉伯文 就是钢铁的意思 这样的风 感觉他会飞越 环绕 和穿越过 他的沙漠建筑 扎哈看着贝壳 盖出来的体育馆 像是一个合起来的箭 海星你看 这是一个体育馆 哇 哇 扎哈看着河里的石头 盖出来的歌剧院 像是水中的小原石一样 歌手 站在歌剧院里面 就像是贝壳里的珍珠 扎哈看着星星和银河 有了漩涡形的建筑 请你看 扎哈看着波浪 有了随波浪 浮动的大桥 扎哈看着阿尔卑斯山 在山顶盖了一座美术馆 从窗户可以看见天空和山谷 扎哈的滑雪跳台 就像那些高山 能碰得到天空 扎哈想起丛林和古代木造教堂 盖了纪念远古战争的木造建筑 一个又一个 扎哈的设计图 变成了建筑物 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盖出的建筑 让你在一个简单的地方 感觉到美好 扎哈变得很忙 等一下哦 我先深呼吸 扎哈变得很忙 又把他的手酸了 OK 老旧学校的每个人 每一个工作间都挤满了人 你看看 超过四百名建筑师 在这里工作 依照扎哈的想法设计 画草图 建造 和做模型 他说 你应该做你喜欢的事 扎哈设计娃娃屋 鞋子和椅子 他设计了一个 中乳石的建筑 还有一张冰山的椅子 他总是说 我没办法停止思考 有时候当扎哈忙着工作 小时候的回忆会跑出来 那些沙 水 芦苇 鸟 建筑和人们的画面 全都涌了出来 我从没忘记 那些美丽的自然风景 我仍然相信 不可能的事 有一天晚上 扎哈房间的灯灭了 他离开了人世 但是 他的建筑让灯继续亮着 依旧照着他的想法设计 画草图 建造 和做模型 让他的火焰 继续明亮着 它像天堂的 对 即使 它已经消失了 它什么 而且你看看 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建筑物 都是扎哈哈地的作品 刚刚看到的一个 像漩涡一样的 它是在中国的北京 它有写出来 每一个建筑物 你看 像草会跳舞的 它叫做签名塔 在杜拜 阿拉伯大公国 阿拉伯 之前阿淑阿姨有去阿拉伯 你看有好多的地方 这个是在意大利 伸手感觉 就可以摸得到 天空的博物馆 意大利面 OK 意大利面是从意大利来的 是的 地安 难以后难以后